你這個可以用消費券嗎 可以 他可以找零 中午用餐時間肚子餓了 來到恆春市去買便當 這家店好方便 願意讓顧客用振興券找零 不過可不是每家店都這樣 老闆你們這邊可以用振興券嗎 可以啊 他說我們不找零 半年我要一個雞排 一個雞排嗎 對 你500 你要不要湊一個整數啊 實際詢問飲料店 雞排店業者都面有難色 說不找零 但不是不給方便 因為找下去真的很麻煩 他拿一張500塊 來買一個雞排50 那我找他450 我覺得這就是他才換現金 我就可能不會找他了 麻煩 因為我們有時候 現金的賬跟那個收來的 可能有時候會怕會亂掉 有的業者怕現金賬 跟振興券搞混 也有的不希望被當成 換現金的工具 或者是自己現金不夠 剩下一堆振興券 光恆春市區加上肯定商家 就有上百家業者不找零 不找零的話 就花更多的金額 在那個物品上面不是嗎 我覺得找零比較好 比較活用 加以知名的火雞肉飯 費用30克也是人潮滿滿 剛好就有消費者掏出振興券 老闆娘也不遲疑 馬上從收銀台找零錢 如果小兒的話 我就會找給他 包一個人就好 同樣也是找不找零 不同調 砂鍋魚頭業者 嗆名了 按照遊戲規則來 本店是不找零的 就依據上面的規定跟指示 不過規則也是人定的 經濟部長王美花也說不會禁止 只不過找零是給顧客方便 或許更願意消費 不找零也非壞事 也有的消費者會想辦法多消費 湊到指數 記者嘉義屏東綜合報導 唔 零 該 財 谢谢大家